今天冰冰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我们也再次的祝冰冰生日快乐 一起分享喜悦的时刻 再次恭喜 谢谢 范冰冰为偷顺门事件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最近某些知名杂志的封面却出现了她的身影 看样子沉寂一段时间的范冰冰即将走回观众的视野 想必如今提及到范冰冰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到她的前任男友李晨 毕竟在范冰冰出事之前 两人是多次在节目中高调的撒够粮 在某一次颁奖晚会的现场 当时范冰冰跟李晨都作为嘉宾参加 为此就直接在现场偶遇到了 然而在范冰冰上台领奖的时候 李晨就遭到主持人的起哄 刚才祝贺范冰冰 没想到范冰冰竟主动牵起李晨的手 李晨下意识的反应令人感慨 分享喜悦的时刻 再次恭喜